美丽、美丽、文明、开放这六个关键词呢 向各位嘉宾介绍新时代的新山东 一、新时代的山东活力迸发 山东拥有中国近十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八分之一的工业产出 市场主体超过九百万户 高校一百五十六所 在校生二百四十八万 职业教育全国领先 特别是作为国家批准的 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 我们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海洋、医养健康五个新型产业 改造提升高端化工、现代高校农业 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五个优势产业 每一个产业都是蕴藏着巨大商机的蓝产 预计2022年 十强产业规模达到六万亿元 占届时全省GDP的百分之六十 新时代的山东魅力无限 作为农业大省 山东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 均全国第一 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我们正在努力全力打造乡村阵型奇鲁样板 汇旧山东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厨 新时代的山东潜力巨大 山东北街津津义、南陵、长三角 常驻人口、户籍人口均超过一亿人 市场空间广阔 高速铁路通车里程1747公里 居全国第三 正在布局建设四横六纵三环高速铁路广 计划2035年总规模达到5700公里 拥有15.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三个过亿吨的大港 海洋经济总量约展中国的五分之一 聚集着中国近一半的海洋科学人才 新时代的山东美丽一居 3345公里的美丽海岸线 沙滩细缘 闭波无限 千帆进发 15.8万平方公里的路域 土地肥沃 山栏叠脆 风景迷人 依托得天度后的自然人文资源 山东正大力发展精品旅游产业 打造孔子固理 仙境海岸 平安泰山 全城济南等品盘体系 在更高水平上建设国际旅游 独家目的地 西时代的山东 文明璀璨 在山东大地上 孕育形成的习鲁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主干 几千年来 绵延不绝 享誉世界 山东是习鲁大地 孔孟之乡 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圣人 是丁圣孙子 科圣莫子 智圣诸葛亮 书圣王羲之的孤里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 在山东奔腾入海 五月之首的泰山 在山东 微然崛起 历史长河 颠簸浩渺 几经沉淀凝接 为我们留下了 539家博物馆 数量中国最多 新时代的山东 开放包容 我们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高质量招商引资 招财引致 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目前已经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 累计设立外资企业7万余家 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路投资活跃 去年合同外资增长超过40% 同时一大批山东企业在全球布局产业链 实现合作共产业 希望通过以上六个关键词 活力 魅力 潜力 文明 美丽 开放 开放 使各位朋友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山东 认识山东 美国是我省最大的服务进口来源国 也是我省第四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 2018年山东对美服务出口21.2亿美元增长7.7% 服务进口66.3亿美元增长30.2% 美国作为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 一直是山东服务贸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大家熟知的硅谷企业微软集团 正在与山东省济南市利用三年时间合作打造金融科技企业不外平台 世界五百强磁科集团 与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服务服务器企业浪潮集团强强联手 成立了合资公司共同开拓国际网络通讯技术市场 提供高端咨询及整体解决方案 DPG集团全资控股的优创数据 已分别在济南青岛设立法人 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对美保险服务工艺商 惠普甲骨文等美国知名企业 与我省合作的全球打印及OVEC人才培训等一批重点服务项目 也在势力推进之中 此外在餐饮服务领域 百胜集团旗下的肯德基、毕胜克 已经在山东开设了468家餐厅 成为山东连锁快餐行业的标杆企业 山东人以众领仪、蒋诚信著称 可以与诸位美国企业家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最大利益的共赢 面向未来发展 结合双方优势 我们将重点推进双方在高端服务外包、旅游观光 文化贸易、中医药服务领域的交流合作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推动高端服务外包合作 美国是我省第一大服务外包来源国 2018年 我省承接来自美国服务外包业务额 达到16.2亿美元增长17% 随着山东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 承接美国服务外包业务 也由传统的信息技术外包ITO 向高端知识流程外包KPO加速转变 服务模式从经验服务 供给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变 一批利用大数据、零计算、区块链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处理中心 资金结算中心、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中心 顺利开展 此外,山东还在全省规划建设了一批 服务外包产业园与示范基地 我们希望借助山东的企业资源与平台载体 加强与美国在智能咨询、数据服务 研发设计等高端户外包合作的深度合作 二,是促进文化贸易合作 山东是文化贸易大省 成功创建了资博博山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 建设了29家省级特色文化出口基地 动漫游戏企业超过200家 培育发展了青岛临山湾影视基地 山东友谊出版社、山东影视传媒 台儿庄古城等一批合作项目载体 泥山书屋、孔子学堂等文化精品 已经在世界各地落地深耕 山东与迪斯尼、好莱坞等全球知名的影视和动漫企业 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由山东企业创作的《狼牙榜》、《伪装者》和《大圣归来》等 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版权热销到美国、欧洲和亚洲 山东已连续多年组织文化贸易企业 在美国举办孔子家乡山东文化贸易展以及推介活动 推动了双方在文化贸易领域的务实合作 2018年,我们还在北美地区设立了 提鲁文化贸易海外展示中心 为双方企业搭建新的展示贸易平台 希望通过此次推介活动 双方能够在版权、交易、数字动漫、影视、娱乐、文化创意等方面 开展深度的交流 加快推进文化贸易领域的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合作 三是深化旅游教育合作 随着中美两国合作的不断深化 人缘交流日益密切 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一旅游目的地 山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 自然与人文景观众多 五月独尊泰山、黄河入海口 孔孟文化均发源隐词 2017年济南青岛均首次开通了到美国洛杉矶的航线 美洲直飞五个航班 为双方游客往来开通了便捷通道 洛杉矶是美国重营的旅游胜地 气候宜人、景观秀美 拥有享誉世界的旅游资源 双方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四是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合作 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机构8万余家 每年拥有13000多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 据统计全球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 估值达到每年500亿美元 市场潜力巨大 山东是中医药服务大省 拥有300多家中医医院 近2500家中医诊所 在治胃病领域呢 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 山东中医药大学 泰安中医院分别在波兰 尼泊尔成建了国家中医药海外中心 我们正在积极创建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山东与美国开展中医药服务的基础良好 环境优越 潜力巨大 我们希望双方重点赞 国际诊疗 留学研修 海外平台中医药 国际健康旅游等方面 加强合作 打造中医药国际合作典范 女士们先生们 山东将紧抓历史机遇 加大与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战略合作 全力将孔子家乡 山东文化贸易展览会 打造成双方合作的 新平台新高地 使福贸易成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山东 用你们亲自到山东 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山东的美和富强 谢谢